4月22日肖战的《如梦之梦》上线 这是肖战首次挑战话剧 没想到的是一举成功了 肖战在话剧里饰演的是个五号病人 一开始大众不看好非科班出身的肖战 从而备受争议的存在 没想到的是这次居然让人看到了不同的肖战 非科班出身也可以演技好 而现在的肖战顺利完成了蜕变 其中一场戏是这样的 女方正是许晴 虽然两个人年龄差距有一些大 但是在舞台上站在一起的时候却没有丝毫的差别 因为许晴她保养特别到位 再加上对身材的管理要求也非常高 看到她抱着许晴两个人接吻的时候 很多粉丝内心都是无比的激动和紧张 因为全程直播是害怕肖战会紧张 看着肖战和许晴的吻戏当场叫得出来 然而吻戏是借位并没有真的轻 粉丝也可以放心了 尽管只是一段短短的画面 却让观众在体会到戏剧魅力的同时 大部分观众的点评都提到了 其台词功底很棒 眼神很有戏 演技在线 爆发力共情力都很强 对此你怎么看呢